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很多竹客工程师都说 那个报竿工作如果做一做 不想做之后有没有 我就去开个鸡排店 连博士都去开鸡排店了 对 你看被郭董点名的博士 他也开鸡排店 所以你会发现 台湾想开鸡排店的实在好多 但是鸡排店有没有真的那么好赚呢 其实那个博士 如果不是郭董点名他之后有没有 他的店也不会这么红 他也告诉你说 他其实经营的其实有点惨淡 那没想到被郭董点名之后 他才爆红 声音变得很好 很多人爱吃鸡排 你如果说经营鸡排店没谈 我感觉是想不太通 对 但这边我就要告诉你 事实跟你想的不一样 真相跟大家想的常常是不一样 因为一间鸡排店 现在已经太竞争 已经很多店了 就是在开鸡排店 贤书机 他们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雷同 那所以告诉你说 他差异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大 那然后你现在跳下去 跟大家去竞争 你只会很辛苦而已 那其实开鸡排店 跟我们之前讲的超商 其实又不太一样 至少你没有税金的问题 因为你小小的 所以它的成本结构相对比较单纯 那我们这边算给各位看 开一家鸡排店呢 它的加盟金加保证金 大概是15到30万 然后呢 它的设备的费用 因为鸡排店的费用 也不像超商这么庞大 所以它大概15到25万 它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准备开鸡排店了 所以你大概30到55万 你就可以准备开鸡排店 也就是55万 你就可以开出一家漂亮的鸡排店 那重点其实在哪里 鸡排店有两种 一种是固定式的 那另外一种是摊车 我就是一个摊车开到那边去 小小店面或者是摊车 对 看你是要用店面或是用摊车 但摊车还是要点 都还是要租金 只是租金结构会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来看好了 你开一个鸡排店 其实要做到35万的业绩 就已经不是很容易了 因为其实35万的业绩 对很多人来 对很多鸡排店来说 已经是不太容易经营到的 35万是什么概念 等一下我们请亲黄算给你听 好 我们现在就讲这些 35万的营业额 是 35万的营业额呢 那鸡排的毛利 我们昨天讲那个茶 茶的毛利很高 七成 但是卖鸡排的毛利 大概是五成 五成左右 也不错 也不错 那所以你35万的鸡排的营业额呢 然后你乘以毛利50 得到你会收到多少 你的收入大概是17.5万 17万5千 但是你的成本结构会在哪里呢 第一个你要找店 那当然鸡排店 不用像超商这么大间 可是你那个店也是不会太便宜 那我们抓比较便宜算3万块好了 3万块其实在台北 要做一个鸡排店 已经不太容易了 那我们再看你的水电杂资呢 因为你有比较大的用油 然后一直在炸 所以大概是1万块 然后你的人事费用 因为其实你一整天经营下来 从早上10点开到晚上10点 比如说像我们派克鸡排是这种嘛 那所以他的人事费用 请三个人大概是要等下 要12万 这样才多少 因为有人要炸 有人要收钱嘛 那所以总成本大概是16万 你看喔 你的收入是17.5万 可是你的成本是16万 我刚还以为17.5万 已经是还不赖了 结果 管销费用多达16万啊 对 因为他其实人的成本占得很重 那所以整个赚下来呢 你会发现他一个月 这些炸鸡排炸大大炸下来之后 他只有赚1.5万而已 那 自炸电脚买 有时候手这样冲到这样 大空小里 1.5万喔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这几天的感慨吗 你辛辛苦苦去加盟之后 你可能所得到的所得 还不一定比得上一个22k的 那种就是年轻人的 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35万的营额 那是什么概念啊 35万的营额 我这样算给大家听好了 就是月营额35万表示你一天要卖 11,666块 那一天要卖11,666块呢 代表多少呢 那我们知道一片鸡排大概都是50块嘛 最近好像有涨价总要55块的 但是不管哪一个 我们用50块去算 他大概就是要卖233片 233片除以他一整天营业下来 12个小时 也够久了吧 12小时 12小时很累耶 但是你一天做到这个样子 一个小时等于你要卖出19片 也就是你平均每三分钟 就要卖出一片鸡排 你的生意必须要好到这种程度 我三分钟卖一片鸡排 我只赚1.5一个月啊 对 这就是真相 然后呢 这是店面 以店面为例 那我们再以摊车为例 因为摊车又不太一样 摊车的电珠 你看它电珠就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摊车的问题是 你看出来摊摊车 不太可能大白天出来摊 对不对 所以通常都是晚上或是下午 大概通常4点到晚上12点的时间 那你这种摊车的经营的时间 因为比较短 所以你卖出去的鸡排量 会稍微比较少一点 但他赚的可能比他还多 他即使店租比他便宜 但他赚的可能比他还多 我们看一下 那这种摊车呢 加盟金加保证金 一样是15到20万 比他稍微低一点 然后设备是10到20万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 那种固定的成本 所以大概通常25万到40万 40万你就可以开出一家 不错的摊车的鸡排店 那重点是你营业额会比较低 所以你看一般摊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摊车的话 你一个月大概可以有10万块的收入 但是管销费用得要算一下吧 对 所以我们这边算给大家听 因为他没有税金嘛 所以他主要是 第一个电租大概是1万块 你要租一个好的点 你租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 开一个鸡排店 你怎么会有生意 所以你租好一点的点 大概也要1万块 那你的水电杂资呢 也是1万块 因为你炸的鸡排 不会少到哪边去 那你的人事费用因为比较少 因为是摊车 所以大概是少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抓了6万块 因为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他整个成本大概是8万块 所以你会发现扣掉了之后 10万减8万他赚多少 他比他多一点他2万块 多5千块 多5千块 赚2万块 是 但是还是输给22K 但是2万块 你也就要提供币保比 也是都有风险的 对不对 那两个计算方式其实是差不多 他也是一样 你看他的营业额 20万的营业额 他一天要卖多少 他一天要卖6666块 那所以他除下来 他基本上也是一样 一个小时他要炸出16片 比他再怎样 少三片 所以其实换算下来 其实都差不多 你也是接近三分钟 你就要卖出一片 也就是说 你生意其实看起来 已经还不错了 平均每三分钟 我就要卖出一片鸡排出去 可是在这个停贴之下 你也只有赚到2万块 跟1.5万这样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说 手没停过 在那边炸鸡排 炸鸡排 一个月也赚不到2万块 所以加盟真的很辛苦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就是林老板 林老板也是 你有两种身份 我们知道 你曾经是总公司的展店的专员 同时自己也是加盟的投资人 这两种分钟都有了 那跟我们谈谈 这一路走来 有什么样的斑斑血泪的经验 要跟大家来分析的 我曾经是三家超商的业主 就是加盟组 那搞到现在是连一家都没有 也抱着很大的一个雄心壮志 投入经营超商 那换来就是负债累累 你是三间超商的老板 富贵累累 是的 这个中间应该有很多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很血泪的一堂课 好 那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你加入的那个超商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一般超商来讲 就我当时在公司担任展店人员的时候 一般超商的分别 就是有特许加盟跟委托加盟 两种加盟方式 那最大的差异就是装访费用 跟获利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还觉得 我们大家还以为加盟就加盟 不是只有加盟跟直营两种而已 没有 加盟还有分 你可以看到有特许跟委托 对不对 然后这个特许的部分 你就多一个装潢费 刚刚林老板说的装潢费 都要15万 说到这个装潢费的150万 你又是一段故事了 对不对 是的 没有错 在公司在招募加盟组的时候 他都会说 我大家是合伙共同来出资 对 但是公司所出资的是 所谓的可动式资产 那加盟组所付出的这150万 就是不可动式的资产 是 换句话讲就是说 在这家店万一不存在的时候 不能存在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 公司把他可动式的资产拆走之后 所有剩下的全部都是你加盟组的 是 所以就会造成你的血本无归 各位 你现在听到林老板的第一个惨痛的经验 你都要知道 连他专家帮总公司在做事情的人 做那么多年 你就不知道权利金有资产 结果你现在被权利金咬死了 对 那大家会不懂 我今天你当手的那个 让你上一家店的人 他已经交给公司150万的 这一笔钱 已经交给他了 让他让一让 让一让之后 他走了 再把这个钱给你 公司再赚第二次150万 哪有这样子的 那我如果再有第三个人 我再赚第三次50万 他目前就是这样 第三次再赚150万 因为我的加盟约到了 他店收回去了 所以他又卖给另外一个加盟组 然后呢 然后这150万再收一次 对 你觉得这样有通吗 觉得不合理 但是在台湾的法律规章 又没有限制他 所以就会造成有很多的一个纠纷 跟很多的加盟组的一些 辛酸血泪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今天连专家都说 加盟的这个所谓的权利金 你如果看不过 一切都是白纸黑字 你要认清楚 要不然的话 真的就像你这样子 对不对 还有特许跟委托 他不同的这个获利 跟拆账的方式 麻布休想 对吧 是 没有错 在特许加盟方面 因为投资的金额比较高 所以他的利润的分配 是以毛利率为基准 分配不到八成 八成 那很好 卖多卖少 赚多赚少 都是80% 进口袋 是 那另外一个呢 委托加盟是 他的获利的一个分配方式 是以金字塔型的集聚方式 来做分配 对 那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说 我经营的越高 毛利越高的时候 我应该获得的利润会更高 但是看这张图表 就可以看出来 我做得越高的时候 我获利的空间 反而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什么意思 就被压缩下 你等于是说 今天我如果做24万以下 其实获利是55% 可是当你做越多的时候 获利反而变35% 获利越来越少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就是不清不楚的地方 他们总部也不会去说明 他们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 来做利润分配 不懂 做多要赚多赚 我不知道人情来做生理 高盆满座 对 所以现在就是我今天 来上节目的一个重点 就在这里 就是要把隐藏在合约里面的 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 给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 好 我们要讲进去 他的二跟三的故事之前 我们要先带大家看一行字 如果今天你有兴趣要加盟的话 不管你要加什么盟 你拿到的合约数 一定会有这一行 趋按照总部规定时间 及指定方式经营 这一看就是公版的合约 你到哪里都走得通的 但问题是里面夹场 很多你要注意的地方 对不对 举个例来讲 就是商品的配送方式就好 因为是他们公司指定的方式 所以你必须要接受 那这一个强制配送 造成所有台湾的便利商店业者 最痛的地方 大致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四个字几乎是让大家心里 痛得不得了 强制配送 什么意思 就是公司总部那边 要配送多少生鲜食品 到你的门市去 你不得不接受 什么意思 我今天如果卖不了那么多 你给我没用 卖不出去 对 但是所以他才是说 是指定方式 你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 你自己的例子是什么 我的两家门市 另外这两家门市是在星训 部队的星训中心 对 星训中心星训人员会有节训 干部也会放假的时候 对 留守人员约大概是在30人上下 那公司总部那边 配送过来的三角饭团 早上吃的三角饭团 给你配送了50至60个过来 那我就不晓得这些东西 要卖给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平时大家在这里训练的时候 生意很好 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你已经放假 嫁啊 走到没办法 你给我那么多的饭团 就那些饭团 结果全部报废 是 没有错 那你有反应吗 反应过了 那他一开始是 可能给你减个一天两天 不配送 再来 一样 而且有时候还会变本加厉 今天针对林老板 他提到的强制配送 让他实在是根本吃不下 为什么 我明明只有30个人 你给我来60个饭团 更多的物资吃不完 通通丢掉 你要自然吸收 对不对 我们询问的总公司 总公司给我们的回应是这样子 开始接到林先生投诉之后 整个地区的配送 就开始动起来了 有针对你说的特殊状况 我现在没人嘛 是不是送少一点呢 你将强制配送的商品 进行减量的动作 这总公司说的 好 怎么个减量法 他说当时根本也不可能 像您刚刚描述的说 要把所有的配送商品都归零 没有人要退到一个都没有 其实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今天站在总公司的立场 我不能让我客人进去 架上空的 那边空的 我买的欲望都没有 一定要摆到有东西 基于这个理由 因此他觉得有必要的东西 是一定要送进来 那针对这个部分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总公司说的 这个我不会去排斥 我也可以接受 问题是说 他的量并不像他所讲的一样 另外就是说 在整个的一个报废方面 他们公司也只吸收了部分而已 对 总公司其实有跟我们回应说 他当时不但减量 而且送过去的东西 他也吸收一半的成本 这样还不够吗 但还是一样造成我的亏损加大 因为这不是我预期的亏损范围 所以造成我现在会负债的原因 也很多加盟组也大概都是 在这个地方吃到很大的亏 那他公司为什么要强制配送 因为他一条生产线输来 一天可能生产一万个同样的便当 他总部不可能留在仓库里面 让他报废 他要分配到其他的门市去 给其他的加盟组去 去分配这些报废量 所以公司是稳赚的 所以你某个人看强制配送 简简单单四个字 四个字就让林老板 可以赚四十万的一家店一个月 可以这样好像老鼠在那边啃 啃到一个月这样 没赢 整个月 一千就没赔到 这个很严重 对 所以说他们公司 有据我反应的去做处置 那结果还是一样 今天林老板 特别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个 他的切身之痛就是 我发现你也在部队 也在学校 都几乎都在机关或者是 对不对 部门 你看经营公家机关分店吃门亏 你是吃了什么门亏 我们都知道公家机关 在招标条件规定上面 是三年必须重新招标一次 对 我当时加盟 这两家门市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现有的条件 我去加盟的 那一个加盟约一千是五年 那三年之后要重新招标 换句话讲 我的加盟约也还在走的当中 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我必须换成两种的模式 在经营 好 所以听到这里就知道 我今天要加盟的话 一千就是最少五年约 但是跟公部门这三年 要refresh一次 三年要重新刷一遍 那时间上能不能延续 这是一个风险 我回过头 我们看时间的第一开始 你愿意去加盟 是因为看到总公司 谈了一个不错的条件 当时怎么谈 当时在部队里面的商品 因为有优惠给部队的官兵 所以是商品售价是以 统一定价的九五折来销售 九五折还不错 人哈贼 薄利多销 是 而且因为部队是特殊的单位 所以他盈利时间是16个小时 配合官兵作息时间 没有大夜班 那在第二次招标的时候 你是说三年时间到了 对 过了之后 他第二次招标 他把商品的折扣 从95折调降到87.5折 无形中就损失了7.5%的毛利 是 那另外一家店 就是我讲就是第三家店好了 从16个小时的营业时间 直接把你下砍成7个小时 砍超过一半 对 所以造成我没有时间去营业 你们就没有收入 那人事管销这些东西都还在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他就用上面那一条方式 那个规定 按照总部指定的时间 指定方式经营 你不得不接受 你说合约上的这几个字 像紧箍就一样 按照总公司的方式 把你们哐的死死的 对 没有错 再来我经营 我从接受第二次的 有一个条件下去经营之后 发现是亏损 那我跟公司提出 我要中途解约的要求的时候 他既然还要我赔偿一家店的 保证金60万 就是违约金60万 两家店 你一次赔 不能赔一家 一次要赔两家 就是120万 加盟的概念不是总公司 带着这个加盟的投资人 一起创造更大的利润吗 是 没错 愿意也是你去签的 现在我做不下去 你要我赔你60万 这样不通 所以造成我现在 跟他有一些纠纷还在进行 是 但是您提到的 这个第二次签约的部分 我们也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疑问 我们去问了总公司 得到了一个回应 总公司告诉我们说 其实第二次招标换约的时候 龚头家 你也在场 你也在了解状况 那东西你也没有意义 你也慢慢没说话 如果出现经营问题的时候 总部说 他也曾经问过你一件 那要不要换店 你也没有提出换店 人家总公司是这样讲的 所有知道招标的程序的人都知道 在他们还没有开标之前 相关的条件没有人知道 只是他们公司设定的一个条件 他也怕同业去得知到这些讯息 所以他这样讲 周芬明就是又在打污贼战术 我怎么有可能会知道 他们投标的内容是什么 那投标之后要去协商 我又不是公司的人 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 我只是交盟组而已 他怎么有可能让你去列席旁听 那就算我有意见 他也还是以那条方式来 就是不删你 你就是按照我的指定时间 跟我指定的方式下去营业 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到了 林老板 林太太带来他三间店 三个不愉快的经验 特别要跟大家强调回到一个重心 你没有看到白纸黑字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要做真的要想要加盟 看清楚 要了解明白 要了解 明白 要不然要紧箱做给你框住 真的叫天不易 叫地不灵 这两夫妻远从嘉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跟你分享更多 他们投资经营上好多好多的苦 还有更多故事 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有种东西 有种东西 每百分之二 都会拆出来 甚至 这就是 时候 无忌 有多有趣的